《演戏》 《演戏》 演戏的时候你是一个特别陶醉 自我的那么一个 你又是材料 又是创作者 又是成品本身 你嗨这件事儿 但是导演《《街上7》后面的人 是不是我要的呀 你以为你给的对 导演可能不是要的东西 每个演员都有每个演员演戏的习惯 和演戏的臭毛病 我觉得非常伟大的是 你碰到了一个很好的导演 那么汪俊老师跟我又相识多年 我从小被他看着长大的 那他在整个的戏里面对我的帮助 就是说 说众众我帮你改掉你以前表演上的 跟那个人物无关的习惯 那么你只要听从导演对你的安排 去掉生活里的琐碎的那些动作 他把我归礼成了一个戏里面的人物 但我觉得可能导演对我的那种 照镜子的帮助是更大的 多好的舞台啊 好好演 明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就是你 我那就是个猴 我们家就是开了直播的猴身 吃喝拉撒睡啊 都在人家眼皮的底下 我演戏的时候 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我也投入 但我老觉得我有一个灵魂 在健身器后面看我自己在干嘛 你要判断自己的表演是不是准确 因为没有对错嘛 你更准确 你只能有一个灵魂跳出来 在健身器后面审视自己的表演 是不是对的 如果自导自演 我还真不会这件事 想不明白这事应该怎么平衡 给你讲一个真实的那个 我们在现场碰到的事情 我当时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想把赵白石可能演得更丰富一点 或者是更有 更有我理解的赵白石 那我就按照我的想法去现场 我就跟导演讲了 导演说 你可能就是 我在一部电视剧里 会有很多个颜色 那你承担的这组颜色 可能它就是要单一一点 然后因为这个颜色够纯粹 因为观众才会喜欢你 当时我不理解导演的意思 然后我就按照我的方式 再片场去演了 然后不停地调整 调整了我十几条 到时候我都慌了 再牢腾一点 再来一条 再拍一条 再来一条 再来一条吧 就差了一点 我应该怎么办 到最后的时候导演说 这个好 我们保留一个 我们重复的再给我一次 我又演了一次 然后导演让我到他的健身器 那个帐篷里面去 他说你记住 你最后两条的感觉 这就是我要的赵白石 你知道导演 会在健身器后面 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 他会告诉你 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每一个演员的成功 背后都有一个 非常努力的导演 根本不是说演员有多伟大 把这事演出来 就好像说你照镜的 你能看见你自己 但是没有镜的 你怎么能看见你自己呢 只有导演来帮你看 所以在我们的行业里 导演就是你的镜子 你要完全信任给他 我只不过想去做那面镜子 我还没有 还没有到 我们一起做梦 一起打拼 加油 加油 我们不仅是恋人 都是最好的朋友 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最后都要集中到导演的 最终监视器画面里 那一点点的时候 非常辛苦 所以我学习完导演这件事情 我去做完导演这个工作之后 我重新回到演员这个工作岗位上的时候 我特别心疼 其他的那些工作人员 他们真的很辛苦 背后推 回一下 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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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别吐 马上 做了导演 我觉得现在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 我突然知道 我更加珍惜我现在做演员 这件事情 成就倒是另外一回事 你为这个事你喜欢了 你付出了 你只要喜欢了它就OK了 你不要管它结果是什么 你只需要做好去创作这件事情就好了